鼠蛇人天生富贵命,一生很少吃苦。 鼠蛇的人安稳,聪明明智,他们精力旺盛,不管何时,全是填满拼尽的情况。 是先天性的商人。 他们尽管聪明,可是欠缺这种气魄,因此办事有时不自在,一直局限性在目前的范围之内,做生意经营规模,始终并不大。 可是随之他们年纪的提高,也是了解必须的社会发展经验,积淀了许多的工作经验,加上运程好转,做生意愈来愈兴旺。 鼠蛇的朋友在11月,运势都相当繁荣,暴力却源源不断地涌入腰包。 鼠蛇的朋友真的很好运,遇到了一些机会展示的机会,可以让鼠蛇人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。 当他们真正努力工作的时候,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定位,努力工作,心怀生殖加薪的期望。 此外,鼠蛇人的财收也是蓬勃的,不辞辛劳的工作,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收入,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,和谐幸福,其乐融融。 鼠蛇人生于蛇年福寿颜,有名有利。 第之四、五、虚悦,富贵双全。 身、有悦、大富、大财团。 陈月冲,少年明显。 陈月,身旺得职,身若贫贱。 亥月五职,官至百人下属。 丑月,一般经济生活条件之人。 鼠蛇的人,他们天生富贵命,一生很少吃苦。 十一月得天才、天喜、三台等极星的扶持。 他们在事业场上呼风唤雨,做任何事情都能高效率完成。 而且,家庭幸福美满,生活越过越富足。 他们成为了真正的百万富翁,但依旧勤恳地走在成功的道路上。 鼠蛇的人,十月底以前,所有的霉运都会消失,财运大翻身。 不管是事业方面,还是生活方面,都能顺风顺水。 做生意的鼠蛇人能赚得盆满波异。 鼠蛇人只需好好把握,定能飞黄腾达。 鼠蛇人头脑灵活,创意新颖。 不管何事处理起来,都手到擒来,好好把握机会吧。 财运进账颇丰,不管生意者还是工薪者,都有着付出一分收获三分的好运气。 不过要专心致志,切勿骄傲自满,以免被小人破坏影响了大好运势。 鼠象蛇从不惧怕实际,也不会随便被实际击倒。 鼠象蛇年少生活坎坷,但就从二十岁刚开始, 这股激情的气场,坚定不移的性情,就早已让他们的气场十足, 是必要做出一番事业,年入中年走逃花运,也从这个年龄刚开始变好, 身旁一下多了许多贵人相助,鼠象蛇即使年少时再累, 也会在晚年开始享后福。 鼠蛇人他们办事条理清晰,尽管心浮气躁,可是单纯性通行达理, 一样也可以获得别人的大量宽容。 一生终究碰到贵人相助许多,五十岁后也有偏财运, 金钱一生都花不完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 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这么一句话,见自己,见天地,见众生。 自己,天地,众生,这三者构成了整个世界。 而要想完全做到见天地,见众生, 那我们就只能从见自己开始做起。 人,唯有明确自己的定位,对自己有自知之明,才能做出更大的成绩。 所谓齐家之前先修身就是这个道理。 试想,如果连认识自己都做不到, 那我们又何谈做成更大的事业呢? 左传中有言,太上有利德,其次有利公,其次有利言, 虽久不费,此之位不朽。 一个人,只要做到了利德,利公,利言, 那他就离成为圣人更近一步了。 虽然说,不是所有人都能完全做到这三点, 但我们依旧在不断地修身养性, 以求踏入更高的境界当中。 对此,有人就会疑惑, 我不想成为圣人, 难道就不需要修身养性了吗? 修身的本质,就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。 养性的本质,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品德。 至少,我们能够活得更加心安理得。 要知道,在这几个地方下功夫, 才是一个人最上等的风水。 在修心上下功夫,是一种福气。 王阳明说过,心极是理,心极是宇宙。 我们随着春天的脚步上山踏青, 看到前方百花齐放。 当我们没有看到花的时候, 我们会跟花同介。 而当我们看到花的时候, 我们将与花一般跟自然融合。 所谓的修心, 就是让自己的心, 既能静又能动, 不以物喜, 不以己悲, 完全处于进退有度的境界当中, 不会受到外物的影响。 现代人越是劳累, 越是要修养自己的心性。 其实, 修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, 我们只需要从培养积极的心态做起, 那就可以了。 你的心态如何, 你的人生就如何。 有钱的时候, 我们就过舒服一点的人生。 没钱的时候, 我们就过好心态的日子。 其实, 心怎么想, 日子就怎么改变。 要坚信, 心态好, 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。 在品德上下功夫, 是一种觉悟。 左宗棠说过这么一句话, 法上等愿, 节中等愿, 想下等福。 做人, 就该心存上等的心愿, 也就是有崇高的理想, 深厚的德性, 然后节食中等的缘分, 享受下等的福气。 直白一点来说, 以德性为主, 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无往而不利。 只不过, 如今的人们不相信德性, 都认为阴谋诡计最好。 其实, 这是不正确的。 要知道, 你有多少德性, 你才能承载多少福气。 孔子认为德不配位, 必有灾殃。 你的德性配不上你的位置, 那你不就惹麻烦了吗? 普通人修德, 只需要做到对得起良心就好。 而做生意的人修德, 更需要对得起天地, 对得起这个世道。 同仁堂中有这么一副对联, 修和无人见, 存心有天智。 别认为你的善良和踏实, 没有人知道。 其实这一切都被老天爷看在眼中。 善恶到头中有报, 只争来早与来迟。 人, 永远都不该有侥幸的心理。 在齐家上下功夫, 这是一种远见。 普通人需要做到修身齐家, 而厉害一点的人, 就得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 人, 修好了自己的内心, 也有了一定的德行, 那我们就得管理好家庭了。 一个家字, 不仅是一个小窝, 更是一种对于子孙后代的责任。 有太多的人, 就是因为没有管理好家庭, 从而影响了子孙后代。 有这么一个案例, 在天桥边, 有一个乞丐躺在路上乞讨。 许多路过的家长都跟身边的孩子说, 看到那乞丐没, 就是不好好读书造成的, 你以后不能学它。 当中有这么一位家长, 他没有跟孩子说好好读书这些话, 而是语重心长地对孩子说, 孩子, 如果未来你有能力, 那你一定要救助这些人, 让这片土地的人们过得更幸福。 而这个孩子, 后来成为了一方大员, 成就斐然。 所谓的奇家, 说到底, 就是要在家庭的教育上下功夫, 引导后辈要做什么样的人, 让他们有着端正的三观, 不要走其路。 在习惯上下功夫, 这是一种智慧。 在年轻的时候, 曾国藩是一个特别好色的人, 因此他身体不怎么好。 为了减少这不必要的欲望, 他选择读书写字, 培养良好的习惯。 每天早上五点, 他就按时起床, 只要没有紧急的事, 都会好好的端坐名思, 或者慢卷诗书, 反正不让自己有太多的邪念。 后来, 就是这种习惯, 让他有着博学的头脑, 以及自律的做人姿态, 深受身边人的好评。 习惯, 看似很常见, 可实际上, 是否拥有良好的习惯, 不仅决定了我们的现在, 还决定了我们的未来。 拥有好习惯的人, 哪怕混得再差, 身体也是健康的, 心态也是良好的。 如此, 他的未来, 不就走上坡路了吗? 一个人最大的投资, 是投资自己。 而自己最好的选择, 就是养成符合自己生物中的习惯。 到最后, 受益无穷的终究是我们本身。 好了,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,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见。 和姚营亚 和姚营亚